各位弟兄姐妹,大家早,很高兴能够再次和你们相聚,让我们一起专注在今天的聚会,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 主,我们把我们今天的聚会交托在您的手中,求主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领受您的话语,求主引导我们每一天的生活。 主,我们也把我们的小主讨论交托在您的圣手当中,求主赐给我们智慧,让我们从中获益。我们将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圣名祈求。Amen。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试炼中 我拎歌唱 永不回头 我的自由 基督 是我满足 基督 你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基督 我全所有 就恩兴了在于你 这盼望永不止息 天堂是我家 暴风宇宙 若灵的城 与你同行 若要归给上帝 基督 是我满足 基督 你是我心满足 基督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石家在前面 世界在背后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世界在背后 世界在背后 永不回头 基督 是我满足 基督 你是我心满足 基督 你是我心满足 基督 是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 一切在于你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永不回头 我已经决定 要跟随耶稣 永不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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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全软心靠你 赐我一想 能看见你心意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赐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祝我仰望你 我全软心靠你 赐我一想 能看见你心意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赐我智慧 凡事都在你手里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爱你 我的盼石 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 我爱你 我的盾牌 我爱你 祝我仰望你 我全软心靠你 赐我一想 能看见你心意 祝我仰望你 我帮助来自你 赐我指挥 凡事都在你手里 我的力量 我爱你 我的短牌 我爱你 我的盼石 我爱你 从永远到永远 我要爱你主 Hallelujah 神掌权 Hallelujah 神掌权 Hallelujah 神掌权 从永远到永远 Hallelujah Hallelujah 神掌权 Hallelujah 神掌权 Hallelujah 神掌权 Halleluj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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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明超越一切 明明是何等容美 主耶稣神明 你说天地是为我而造 神将天国将再次 我最继续你深爱永留 不是能隔绝我们 明明是何等美好 明明是何等美好 耶稣基督我王之名 明明是何等美好 明明超越一切 明明是何等美好 主耶稣神明 明明是何等美好 主耶稣神明 明明是何等美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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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鼓励您进行有益捐赠的东西 使命和外援事业一直是我们捐赠计划中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我们想让您知道您所有的礼物和捐赠都将会帮助许多人 在马来西亚呢 您就可以帮助了建立我们的孤儿院 中心帮助小孩子他们的生活 并支持卡巴 德比顺埃 雄盛和逆来社区所有人们的生活 您还支持了移民的生活 最近几种移民的生活受到当前大流行的严重影响 许多正在努力养家户口的人们都失去了工作 想象一下 在这个时代 失去了基本要领的生活 那种感觉 根据我们国家议定书 我们仍在努力通过我们的粮食银行仓益 以基本粮食供应和必需品实行提供援助 你们的慷慨奉献将带来巨大的改变 尤其是在这些不幸的时代 不但如此 您的捐助还将通过我们的越南教会外展计划 跨涨到我们各界的朋友 现在作为一座无强的教堂 我们仍在为我们的使命和外人事业提供资金 在所收到的所有捐款中 其中100%将直接捐给之前所提起的社区 是的 100% 这是我们作为教会一直采取的一种精神 无论在任何情况下 我们都任选择实现这个精神 因此我们曾经的邀请你 继续慷慨大胆地为我们合作 走出你的束缚圈 并有机会成为您所希望看到的奇迹的一部分 该奇迹发生在您的社区 其他的社区跟全部的社区当中 若您是第一次加入我们的新朋友 并且将参加我们宣教或任何其他目的的捐款活动 那以下就是您所需要知道的信息 你可以通过网上银行进行风险 我们有两种不同的银行跟账户 首先是我们对任务和外账 十一风险和风险会有一般的账户 第二个叫做信建建筑基金进行转账时 请不要忘了提及您的姓名和姓名的缩写 以及您所希望贡献的或奉献的对象 如果您想收到对您奉献的感谢 请通过C3Church Malaysia 2014 at yahoo.com 与我们联络跟联系 不要忘了附上您的转账手续 非常感谢您的聆听 也非常感谢您的慷慨贡献 那继续与我们保持联络 我们在所有的社交媒体平台上 Facebook Twitter Instagram YouTube上 都有非常活跃的活动 所以保持健康跟保持关注并保持慷慨 谢谢 大家早安 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和我们来到一起守这个的顺餐 在这个顺餐里面 我们想和大家来到分享一下 关于这个苦难中的这个的医治 由于最近的这个的病毒和这个的情况 很多人都落在各种不同的挑战 有这个的财务上的挑战 有这个工作上的挑战 有这个家庭关系 还有其他各种各种各方面的这个的挑战 所以人们都感觉到非常的痛苦 地上呢 也有很多的地方都现在这个的痛苦的当中 在无论是在马来西亚 还是在我们其他邻国 还是在世界上其他的国家 但作为神的儿女呢 我们可以幸免呢 在这个破碎的世界 遭受痛苦的这个的后果 不是我们有什么的特别 而是呢 神的恩典 那在这里要让大家知道就是 上帝呢 没有造成这个世界的破碎 上帝原先的创造是一个完美的世界 可是亚当一消啊 把他呢 就是说 弄垮了 把罪带进来 在诗经里面也记载了 耶稣也来修复他 虽然这个世界充满了痛苦 充满了邪恶和悲剧 可是耶稣来到我们的当中呢 为我们付出这一个的代价 上帝使到我们免于造受这个的痛苦 失去这个的喜乐和这个疾病 这个的刑罚 在耶稣被死之家上说 当他被钉十字家上的时候呢 他在十字家上说成乐的时候 这一个成乐的句子是表示 已经完成这一个的工作 这个医治的工作 这个医治呢 是上帝给过我们的礼物 上帝也绝对没有把痛苦带给我们 他带给我们的是灵敏 他差遣耶稣来到十字家呢 就是说到十字家 来到去为我们承担这一些的痛苦 很多的基督徒可能会被蒙骗 便以为耶稣没有在十字家上完成这个工作 或者是以为耶稣说的是快完成了 可是真正的耶稣是说成了 成了 而且他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 耶稣也担当了我们的罪过 耶稣并没有使到我们摆脱这个的痛苦 我们信耶稣的人 并不是说信了耶稣就没有痛苦 可是呢 信了耶稣的人懂得靠着上帝的恩典 来到胜过这些痛苦的这些的束缚 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 记载在以赛亚书53章3到5节 他在这里说 他被藐视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经常忧患 他被藐视好像被人厌面不堪的一样 我们也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 被神寄打苦待了 那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的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的医治 这里很清实的讲到 就是说 一元座要来的那一位的救主 就是说 他所受的 他所受的是要我们来到得着这个的医治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 第八章十六到十七节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扶的人来到耶稣的跟前 他只用一句话 就把这个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一切有病的人 这就是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这一个在马太就是在这里要应验当时在这个以赛亚旧约里面所讲的这一个的意愿 我们再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八章九节 你们知道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 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 叫你们因他的贫穷也可以成为富足 从这个经文里面可以看得到 以赛亚先知所说的时间上的医治 不只是一个属灵上的医治 他还包括了这个身体上的医治 这个也是情感上的医治 也是我们需要在财务上的医治 耶稣用一句话就驱赶了这个魔鬼 医治了所有生病的人 如果我要告诉你有多强大的话 天使或魔鬼必须回应顺服上帝的话 我们需要掌握这一个的全病 因为我们有这个的全病来到那祷告 去除任何的这个恶魔 并异好病人 是时候我们再次的回到主的面前 这是一个很伟大的交流 对,你感到的痛苦是真实的 人的言语,人的行为的伤害 你这一些所带来的种种的危机 都是真实的 无论你是在财务或是在恐惧 在焦虑中受苦 你一定要知道 你需要知道 耶稣已经为此付上了代价 祂在这个圣餐里面 以我们立月来到祂的面前 祂要来到医治你的苦难 这样基督的顺服 祂成就了什么呢? 基督的顺服 祂使你公义 祂使你康复 摆脱这个咒诅 使我们从苦难能够得到医治 我们的最原先是 使我们与上帝分离 可是呢 就是因为耶稣的宝血 将我们带回到上帝那里 重修我们与上帝 这一个的关系 如果你想确定自己是上帝的孩子 那你就祷告 你就跟着这个的祷告 天父 我邀请耶稣进入 成为我生命的主 我相信耶稣 在十字架上 为我死了又复活了 我相信耶稣的宝血 可以洗尽我的罪 使我成为义人 Amen 今天 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 天上的这个天使 都要为你这个决定感到高兴 欢迎你来到上帝的家 如果你接受了主耶稣基督 你来告诉我们 我们想和你联系 这样我们能够有更多一些的这一些的课程 能够来到教导 能够和你来到祝福你 今天当我们一起来到守这一个的圣餐的时候呢 这个的饼和这个的杯呢 我们一起来到做这个祷告 天父 我们感谢你 我们感谢你自己的爱 感谢你自己的恩典 来到我们的当中 你使到我们主啊 再一次的和上帝能够修好起来 主耶稣啊 主耶稣 我们祈求主你来到帮助我们 来到知道主啊 无论什么事情都要来到你的面前 怎么样的苦难都回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 因为你已经为我们成就了这个的大事 你借着这个的饼和这个的杯呢 我们要成就这个大事 我们也能够借着这个的饼 能够得着一致 借着这个杯 最能够得着赦免 我们感谢你 我们谢谢你 我们一起来领受这个的饼和这个的杯 我们感谢你耶稣 我们感谢你自己的爱 答案 弟兄姐妹 感谢你今天能够参与我们这个的圣餐 我们一起的今天的来到继续的来到 敬拜上帝来到听神的话语 谢谢 大家早安 很高兴的能够再次的和大家一起来到 在这个线上来到敬拜 今天的这个的 信息呢是一个主题叫做 重新启动 2020 可以吗 重新启动 2020 可能吗 相信来到今天这个的情况的时候 大家都很清楚知道呢 就是说我们慢慢的都进入 这一些隔离期 差不多是没有这么紧张的时间 大家都已经慢慢的已经适应了 都已经是进入这个新常态的这个的情况里面 当然我们希望呢 就是说这个的隔离期呢 可以很快的结束 这一次的经历 我相信 当我们经历过这一次的之后呢 在我们的人生里面呢 是没有什么这样的 就是说 可能是第一次或者是什么都没有什么机会 再经历这一种这样的情况 虽然一切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下来 不过我们相信呢 看到我们这个国家的卫生部的 他们的这一个种种做出的努力呢 我们相信呢 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如果你留意的话呢 现在你进到这一个的餐厅啊 进到什么地方都好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厌倦 包括我自己 我很厌倦了这个的社交距离 也就是说 也和人与人之间的一个的距离 不能够和很亲和的 能够一起的来到相处 今天刘总 你走进商店 你走进这一些的餐厅的时候呢 你看到是什么 你闻到是什么呢 你看到就好像一个医院一样 为什么呢 在那边有那个的消毒剂啦 有人戴口罩啦 有人帮你量体温啦 这种这样 就好像一间的医院 当然 这些都是政府定下来一些的 一些的规则 我们需要来到去遵守的 不过当然 如果我们能够克服这些困难之后呢 我们将有机会回到我们的原点 我们的这一个 就是说回到我们工作的原点 我们学校的原点 甚至是我们人际关系的原点 不过很肯定的 很多的事情 无论是生意啦 工作啦 还是人际关系啦 我们家庭啦 我们要做的呢 我们需要回到一个的起点 可能要从小开始的来做 因为可能有很多的地方已经是不一样了 这一个是我们肯定在这一个情况里面呢 是我们不可以避免的 一个很重要的地方 今天我们来看一看 这一个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是记载在这一个的 撒加利亚书四章十节 四章十节 他在这里讲到呢 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 这七眼乃是耶和华的眼睛 天差全地 见所罗八国 手拿仙陀 就欢喜 撒加利亚本身这一本的书信呢 它是一本小限制书 为什么它是小限制书 不是因为它小 显示的它不重要 而是它是在 因为在圣经里面有大限制书 有小限制书 大限制书可能是比较长的一些的书信 而小限制书呢 是比较短 所以在圣经里面被称为小限制书 在这个的经文里面是看到什么呢 看到一个人物叫做 这个的撒加利亚 这个的人呢 让我们看到呢 回到原点 回到这个的 从小开始 或者是重新的启动 有很大的 这个的启示 这个要回到 这个在 在主前五百八十六年 这个尼布加尼撒王 当时他就占领了 这一个的耶路撒冷 在当时他的这个的占领呢 就代表了这个尤道王国的结束 按照耶利米的意愿 大多数的这个的耶路撒冷的居民呢 都被驱逐到这个的巴比伦 大概七十年的时间 可是来 巴比伦呢 在在在在 经过这一段时间之后呢 他被认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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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波士帝国来到占领 那时候是在主前五百三十九年 在当时那时候的这一个的 这个王帝呢 这个塞鲁士大帝呢 就下令说呢 犹太人可以回访到 这个的耶路撒冷 去重建他们的圣殿 在这一个这样的 他所给的这个下令里面呢 这样大约有五万名的犹太人呢 这是其中一部分 不是全部 一部分的 这一个的犹太人呢 就在这一个的领袖 所罗巴伯 还有这一个的大祭司 约苏雅的带领之下呢 就回到了这个的耶路撒冷 而这五万人的这个里面呢 其中一个人就是撒迦利亚 你思想他看看 他回到他的家园 他以前的世界 什么东西都没了 任基础的设施也没了 他们的系统 他们那种社会的那种的系统也没有了 也没有了那一个的财务的能力 在那边也没有了朋友 他们在那边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 来到使他能够得到重建起来 在当时他们在那边也没有什么建筑师 也没有工程师 也没有任何的经济活动 可以说是在那一边 他们回到去 那时候一切的活动是全部停止的 那这个 对这些回去这些的人 这个是一个很大的要求 对撒迦利亚也是一个很大的要求 来到去参与一个已经溃坏70年的这个国家的重建工作 可是在这里上帝就鼓励 在这里上帝要鼓励 也要让我们看到 当时那些人 他们并没有轻看 没有轻视那一些起初的日子 就好像现在这样 也许上帝正在告诉我们说 我们在不多的日子 可能我们要回到学校去 我们要回到我们的工作岗位 当然有些人已经是开始工作了 或者是回到我们的生意上去 神志福要回到我们的人际关系里面 因为在社交管制令的时间里面 很多人都没有机会来到见面 很多人没有机会来到交流 而在这个时间里面 我们要回到这个人际关系里面 而上帝要我们 要来到留意的 要我们学习的 就是我们不要轻视 我们不要小看这一些那当初的日子 上帝不要我们轻视我们自己 不要来到轻视身边的人 不要轻视我们的工作 我们的生意 更重要的 上帝不要我们来到轻视他 因为可能看到这个环境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很腿伤 到底能够做什么呢? 对你自己 对你身边的人 对你的工作 已经是觉得很灰心 或者是很腿伤了 上帝要我们不要轻视 如果上帝说你要回到你的世界 你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很无助很凄凉的情况 可是上帝他绝对会为你和你的世界 你在的那个环境 再制定一个新的计划 我们只要做的就是一个要重新开始 这个重新开始是卑微的 也许是困难的 令到我们很不舒适 可是对一些人来说 或者是对大部分人可能可以这么说 是我们需要重新开始 重新启动 我们需要去重新的策划 我们要重新的定位 我们要重新的出发 今天上帝就是要鼓励在我们这一方面 对我们来说 有一些人在这一段时间里面 在我们的教会里面 有些人结了婚 可能不懂按照一些报告 甚至也有人买了一些的汽车 当然有一些比较消极的 有一些人被扣薪水了 工作被砍了 这些东西都令到人很恐惧 很脆弱 很摇摆不定 可是呢 现在我们出现了 从这一些的事情当中 上帝在我们不要轻视 就好像刚才这一些 好像撒加利亚这样 他回到他的家园 回到这一个的耶路撒冷的时候 他完全是从零开始 没有任何的制度 没有钱 没有朋友 没有建筑师 可能今天我们也处在 撒加利亚这一个的情况 是属于一个新的开始 我们不需要来到躲避这一个的阶段 因为重新启发 他有很高的价值 他是珍贵的 耶稣在这里 他有讲到信心是很重要 就好像他在马太福音17章20节 他这么说 耶稣说 是因你们的信心小 我实在的告诉你们 你们若有信心 像一粒戒菜种 就是对这一座山说 你从这一边挪到那一边 他也必挪去 并且你们没有一件不能做的事 当我们看戒菜种的时候 我们看到他很小 可是他又很有效 看了这一番话的时候 耶稣这么鼓励的话 如果你有戒菜种那一个的信心的话 你要叫这座山从这一边挪去另外一边 都可以 可是同时我们又是人 我们看到那个种子好像又很小 小的可怜 小的好像什么都不能做 可是上帝就是要用他这一段的话语 用马太福音17章20节的话语 来到鼓励我们 不要认为小小的开始是很难 可是对我们来说 我们是有上帝来到帮助我们 来到协助我们 来到回到我们原有的 现在我们要从小再重新的启发 重新的开始 当然 我们不可以将现在自己可能需要回到第一章 以某人 以一些人可能已经去到了 可能是第十章 第十五章 所以说他所说的 他是在描写的我们生活 所以神诸福上帝也会计算到我们头上的这个头发 MCO的时候 我相信到现在为止 这个的理发店也没开 也不能开 最近很多人在社交管制令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的头发都很长 你看看神诸福上帝怎么说呢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10章30节 他说就是你们的头发也都被数过了 你想一想看 是一个的头发 你掉一个人的头发 上帝都知道 所以上帝要来到鼓励你 鼓励我来到在这个的时间里面 当我们重新启动 重新开始的时候 上帝必来到看顾 让我们来看几段的经文 来到看上帝要如何的来到 让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如何的上帝 他要来到怎么样 来到帮助我们 我们要来看诗篇139篇14节 他在这里这么说 神啊 你的意念向我何等的宝贵 奇数何等的众多 我若数点比海撒更多 我睡醒的时候 人和你同在 你看看这里 上帝要我们知道的 他的意念 是说 对我们是这么的宝贵 是这么的多 神之佛刚才我们所看到 头发他也数过 他在这里也讲到 他若数的话 比海的沙更要多 更要多 弟兄姐妹 总的很多时候 我们不能够和别人做比较 肯定是要有人在前 有一些人可能要在后面 对一些人来说 他们已经是还清了这个银行的贷款 他们也许一些有自己的业务 有自己的优势 可是呢 你是现在呢 如果你来到一种情况 是要被上帝召回到进入新的起点的时候 我们需要来到向他们学习 要来到了解你的情况 然后继续的全境 重新启动了 它是一件的礼物 你和我都可以从这一个的礼物里面 可以得到很大的祝福 我们将会做 在这个礼物里面 我们可能会做 以前我们不可能做 不会做 或者想到没有想过会做的事情 这个就是上帝要我们来到 就是说在这一个的时间里面 当我们要回到我们各自人的这个的生活里面 上帝要来到从这一个我们的生命里面 要来到鼓励我们从这个重新启动 虽然现在已经是六月份 如果要重新启动2020可能吗 在我们看是不可能 可是在上帝的面前是万万都能 那我们来看一看 这个从小做起的几个的要点 第一个要点就是我们的朋友 我们身边的朋友 从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会知道 从这个的所发生的情况里面 这一次的瘟疫 这个的肺炎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谁是我们的朋友 谁是了解你的 谁是那一些相信你 鼓励你 谁是将和你同行的 当然也有一些人 他们有自己的生活 他们可能没有当作是你的朋友 虽然你们曾经以前有来往 可是我们 你也不要失望 每个人都需要很多的东西 现在是重新启动的时刻 可能现在我们没有好像在以前的时间里面 有多余的钱 有多一点的钱可以带家人出去走走 或者是和朋友出去参加一些的聚会 可是这个都是很小的开始 可能现在我们把我们的钱包 掏出来的钱包 无论是我们普通的钱包 还是我们的垫子的钱包 可能都是空的 可是这一个都是一个小的开始 都是一个小的开始 在我过去的服事里面 我看到很多 在很多我世边所发生的事情里面 我学习了很多 在我生命里面 在这一个肺炎的情况里面 就是说我很感谢主的 就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自己所经历过的 我能够和你们分享 也和你们能够教导 我也很感谢主看到上帝的大能 如何的在保守着 如何在看护着你们每一位 真的很感谢主 当然有时候 当我们收到一些的信息 可能一些的电邮 一些的email 看到一些人有这个需要的时候 我们也觉得会很心疼 可是上帝还是带我们这样的来到走过 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6章11节 他怎么说 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 只是你们不常有我 这里是这一个经文里面 就分享到 就是说 就是说我们很多时候 我们都有和一些有需要的人在一起 在一起 可是呢 当我们和这一些有需要的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也不要忘记了 在我们这种困难的时刻里面 上帝是时时刻刻的与我们同在 当我们神之后 回到我们最小最小的这个的起点上 感谢主看到我们在这一个的 这一个的情况里面 神如何的保守 如果我们要看真正的朋友的话呢 我们真正的朋友不是在半途走出来的朋友 不是那一些 当你已经是可能成功了 或者是将要成功了 在半途走出来的那些的朋友 真正的朋友是从你 从远点 从起点 就开始成为你朋友的 那一心就是你的朋友 而不是从中间走出来的朋友 而是从起点 就是你的朋友 那一些就是你的朋友 弟兄姐妹 我们要珍惜 可能现在我们要重新回到这一个点上 可是 你将会看到 谁是你真正的朋友 谁是你的良友 我们中文有一句话说良友 良 就是说真正是你的朋友 第二点我们来看 我们来看看就是 第二点 上帝要教导我们 就是我们需要来到谦卑 来到在这些小的事情上 因为小的事情上 是每次我们都是要谦卑 就比如说 我们现在可能是没有车的人 车可能对一些人来讲 这个需要实在是太大了 他可能把气质也卖掉了 不过他可能能够做grab 能够做敌视 能够有其他的交通的方式 不要紧 我们要谦卑下来 刚才我们讲到不要和人相比 第二 这个就是我们要谦卑下来 这个谦卑不是说我们是没有骨头的 我们是没有骨干的 我们允许别人把我们推来推去 你去那边吧 你就去那一边 你来这里吧 你就来这里 不是 可是你懂得如何在这个时间里面 懂得谦卑 懂得谦虚的来到依靠上帝的大能 依靠上帝的大能做什么呢 能够做好你的事情 能够来到重建 就好像那一些的犹太人一样 重建他们的家园 重建他们的圣殿 虽然当时他们回到这个已经离开七十年的家园 什么都没有了 一切都已经失去了 可是今天经过这一个的社交管制令 当你回到你的工作 你的生意 你的家庭 你的学校的时候 很多都已经不同了 我们仍然可以依靠的 就是上帝给过我们的力量 我们来看一段的经文来到鼓励 我们来看撒加利亚书四章六节 他这么说 他对我说 这是耶和华只是所罗八博的 万君治耶和华书 他说不是依靠励 不是依靠才能 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 也就是说依靠上帝的灵成事 不是依靠人的力量 不算依靠人的任何的才华 是依靠他的灵 他的力量来到成事 弟兄姐妹 这里很清楚的讲到 我们可以依靠做上帝的道理来到成事 如果你试想一下 如果撒加利亚和以色列人之末的人来到需要他 我们不是更需要这一位的上帝 在这个的谦虚 这个谦卑的里面 上帝要教导我们 我知道谁在背后支持做我 弟兄姐妹 我多讲一次 宣卑的意思就是 我知道谁在背后支持做我 上帝在我们的后面来到 紧紧的来到支持做我们 可能你现在为了一些的事情 感觉到非常的伤心 感觉到枯息 可是到了可能在下个星期三 你接到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可能是你改变一个人生的电话 因为现在上帝都知道 上帝一直都知道 只是他并没有告诉你 所以上帝要你的每一天都是好的一天 不是只是等到某一天 某一个心情好的时候 上帝要我们谦卑下来 每一天都是做好事 都是靠着祂得着力量 所以成为一个更好更好的人 在这个谦卑里面 上帝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功课 就是说是 上帝要我们从这个起点里面 祂会带领我们去完成 这个我们所要走的这个的道路 上帝知道你的起点的终结 祂知道你从这个的起点 这个小的起点 它的终点会去到哪里 也就是因为上帝鼓励我们 不要轻视 不要轻看那一些重新启动的 或者是不要重新开始的日子 那个关键就是要保持这个的谦卑 要保持这个的能耐 不要忘记谁给你这个的力量 谁给你这个的意志力 谁给你这个克服的态度 是上帝 是上帝给过你这个的力量 第三点 刚才我们来看第三点 就是我们来讲到 就是这个阿拉法与俄梅迦 刚才我们在第二点的时候 我们要谈到 上帝也注重我们的这个的完结 就是说做完 是从起点到终点 上帝是很看重的 这一个阿拉法与俄梅迦 就是说到上帝 就是说我是这一个的开始 我也是这一个的结束 阿拉法与俄梅迦 我们来看这个起书一章八节 他怎么说 主神说我是阿拉法 我是俄梅迦 是细在今在以后涌在的全能者 也就是说他是在昨天今天和以后 都在的这个的全能者 他是在看顾着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现在我们的将来 是上帝没有开始和结束吗 他一直都是 可是这个他做的是给谁呢 是给过我们的 耶稣是昨天今天和永远都一样 这个恩典是一样的 对于我们来说 我们有很多的起点和终点 这个的起点和终点 它不一定只是局限于我们出生的日子 还有我们死亡的日子 还有我们死亡的日子 是一个这个起点和终点 可能是在我们的人际的这个的关系上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 在我们的工作 在我们的生意里面 一旦我们刚刚开始 就是说上帝就是说 上帝会帮助我们来到去完成这些我们所开始的 只要我们愿意来到上帝的面前 要认知他是阿拉法与俄梅迦 所有的俄梅迦 也就是说这个的结束 已经放在这个阿拉法的当中 已经在阿拉法的里面 你的结果其实就是 就是从一开始而起 从开始而起 也就是说 当你还没有来到这个结果的时候 觉得你的结果 已经在这一个的阿拉法里面 在你的开始里面 所以为什么上帝鼓励我们 不要轻看 不要轻视我们的开始 这个小小的开始 不要轻看这个重新启动的开始 很多时候我们的 这个我们自己人自己本身方面的软弱 我们很想赶上 我们很想赶快的来到这个俄梅迦 这个的终点 所以我们很常都会在抱怨 我们都会发脾气 我们的情绪会低落 我们会埋怨 我们会做很多令生灵担忧的事情 可是上帝已经把这个俄梅迦 放在这个阿拉法里面 只要我们一直的和靠着上帝来到走这一个的路程 这个的俄梅迦 有一天它会出现 因为上帝讲过 它是阿拉法里面的阿拉法里面的故事 我们来看圣经里面的故事 我们来看看大卫 大卫 他是一个很伟大的君王 在他还没有是一个君王的时候 他是帮助他的爸爸去牧羊的 神知府他的身份也没有被看中 也没有被邀请到新国王 撒姆尔王的家民的典礼上去参加 所以说有如之说 其实大卫好像是一个被拒绝的家人一样 可是大卫呢 他本身呢 他喜欢唱歌 他记录与上帝同在的这个的经历 在小的时候 他没有具备什么国家的资格 什么都没有 他只是在那边练习的唱歌 弹琴这样子类的东西 然后爸爸拆到去 送午餐给他的哥哥吃 这样子类的 可是呢 看看大卫是一个怎么样的生命 在有一次 他听到有人在 有人讲那些亵渎神灵的话 对着上帝 对着他的国家讲这些话的时候 他感到很震惊 他很生气 他被带到国王的面前 他被带到国王的面前 他对着上帝的信和和他所认起所做的 付出了一个小的开始 你可以从大卫的身上可以看得到 他一直的 因为他愿意谦卑的开始 他真的慢慢的在他 他在他的人生里面 神如何的帮助他成为一个的一国之具 他是从小开始 从好像被拒绝的那种一个家人这样开始 从没有去过任何这一种什么王的加冕的典礼那种这样的时候开始 他到尾他杀了狮子 他杀了很多很大的动物 神知府杀了这一个的哥利亚这个巨人 因为为什么他知道上帝与他同在 他就朝向他狮子的儿媒家的方向前进 弟兄姐妹 今天我们可能会回到这一个重新出发的起点 今天 希望这一段的信息能够鼓励大家 让我们来做一个的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你 为了我们能够每一个人 润然的能够蒙恩的在你的面前 我们知道你是爱我们的 我们知道你是 就算在这个非常的时刻 无论是在我们的工作生意 家人学业 或者是其他我们所面对这一些的事情 都经历这一个的困难的时候 你已经为我们定下一个新的计划 你已经为我们定下一个新的起点 一个新的终点 在这个时候 祈求祢来帮助我们 带领我们 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启动 知道祢是万能 祢是万万都能的上帝 祢是一个能够帮助我们 重新启动的上帝 也是让我们不但能够重新启动 也能够再一次 能够到达重点的上帝 我们感谢祢 我们把我们众弟兄姐妹 把那一些还没有认识祢的都交托 不让主啊 这一些的人还没有认识祢的 他们也一样的能够能够享有祢的恩典 我们感谢祢 我们现在祷告奉耶稣的名求 Amen 感谢你们 我们下个星期我们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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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